西餅店 有客人很喜歡吃西餅店 買的西餅店 應該超過十年了 我真的沒有吃過 你這樣說真的 想起很久沒見過他們的存在 西安娜正正康康 蛋卷 一件件的蛋糕 即是散水餅的西餅 西餅是甚麼東西 我聽過還是沒有吃過 每個年代都有一種食物 曾經陪我們長大 這些紅極一時的時代遺物 你記不記得呢? 西餅即是奶油花餅 名字看起來很西化 但其實非常地道 成為了幾代香港人的回憶 曾經每天見的西餅 你又知不知道他們叫甚麼名字呢? 西餅 甚麼蛋糕 我忘記了 一般的蛋糕 還有有些醬 但現在外面的餅店都很少見 蛋餅、腸仔包 我們會給他們一個名字 但西餅這些 西餅就是西餅 沒有逐件逐件給名字 所以我覺得它是高中高 哈哈 就叫煙通餅 即是像煙通 你做出來就像煙通一樣 這些流行的就叫荷蘭撻 這款荷蘭撻 其實是用牛油皮撻底 再加入蛋糕焗成 用沒有吸出煙通的形狀 然後灑上糖霜 最後加入奶油和黃莓醬就完成了 以前的沒有深深的 我記得了 你還記得嗎? 以前是怎樣的? 以前的頂部是一條圓柱 是這個味 是完全小的味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皮 這個側根 它硬的好像曲奇一樣很脆 我喜歡這個味 就是這個 我記憶牛生 我很喜歡吃這個 因為它上面橙色的東西 是很難吃的 這個真是最經典 是我小時候也有吃過 最喜歡舔中間的醬 但現在也很少見 這款果醬的確是西餅裏老市場出現 其實這個果醬的真身是黃莓醬 青莓熟了之後就是黃莓 所以黃莓醬的味道酸酸甜甜 而大家平時在茶餐廳吃的油煎多 用的都是這一款黃莓醬 既然幾年沒有吃 不如你再試真點 嗯 其實我覺得是好吃的 雖然我的醬也不太會欣賞 但它那個餅的質感很鬆 黃煎餅有很多個名字 六十年代會叫它做油泳池 七十年代就叫它做花腩 而八十年代更加有些人會叫它做山水蛋 它是捲蛋底 捲蛋底 然後吸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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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吻點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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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黏點椰絲邊 烘點椰絲邊 烘點椰絲邊 比較香厚一點 我小時候很喜歡吃的邊 咬下去 特意吃那些好吃 煎點醬 煎點醬 唯有煎點奶油 然後中間煎點醬 同樣用黃莓醬的 還有這一款菠蘿蛋糕 打牛油蛋糕 鋪了烹調之後 切菠蘿片 放上面 然後放一邊烤 烤熟了出來之後 塗一些黃莓醬 塗完之後 切一件件 這個有吃過 是不是平日買西餅 都一定有 叫什麼名字呢 知道了 就算平日買西餅 都很隨意 沒有記名字 有名字嗎 真的有名字嗎 真的有名字 叫三角朱古力 顧名思義 這一款的三角朱古力 是用朱古力蛋糕為主 切開一片片的蛋糕 再用奶油 將兩片蛋糕黏在一起 做成三角形 最後塗上朱古力 滑出花紋 好考師傅刀工 不過 你也不要以為 師傅用的奶油就是忌廉 那些奶油是用牛油和植物油打的 不同的鮮忌廉 那些是鮮忌廉 那些是鮮忌廉 不同的 那些不能入油 一油打就打不起來了 奶油不需要冷藏 可以在室溫擺放 所以在以前的家裡未必有雪櫃的年代 大量使用奶油的西餅 就可以放好幾天了 小時候很珍貴的東西 很少吃到的東西 算高檔的 因為你去探朋友 你買一盒西餅 拿著去探朋友 是一個很有體面的動作 西餅早在19世紀 就傳入香港 當時只有蛋卷 和提子蛋糕這些款式 而且只有酒店或者高級餐廳 才能吃到 後來香港出現冰室 西餅也同樣走向平民化 以奶油和果醬 發展出不同的款式 冰室 麵包店 西餅店 茶餐廳 都會有買西餅 很多人以前很喜歡買 一塊塊西餅 回去吃 以前的小朋友又多 不像現在的小朋友 一家幾口 買西餅 回去間中吃 可以的 不錯 李師傅做西餅做了四十多年 曾經做過已經結業的皇后餅店 現在在西環的華爾登餅店做餅 見證了西餅行業的興趣 以前我學師的時候 我說不好聽 西餅比麵包好 那時候 慢慢的麵包好過西餅 那時候認識師傅 他可以做三份一日 做三份西餅 現在少一些 不是很多人做這些 不是需求那麼大 而且我們這行 現在少人入行 所以現在很缺人手 麵包、西餅 都很缺師傅 年輕人可能嫌辛苦 不肯入行 有時西餅 尤其是西餅 比較難請人 做到做不到 1984年開業的華爾登餅店 阿納西環三十七年 曾經停賣過西餅 直到八年前二代接手 然後女兒又喜歡 那些幾款西餅 是她爸爸 前來來做西餅 其實停了一大段時間 是我回來的時候 因為我很喜歡Vintage的東西 我很喜歡 穿在身上也好 吃的東西也好 因為如果不保持 其實很快就會被人忘記了 是我這麼堅持 要他們去做 可能他們都會覺得 這麼繁複 做來做也只有幾元 不如不要做 舊餅店滴不過時代的巨倫 九十年代連鎖麵包店的出現 麵包和西餅 變成機械式大量製造 加上忌廉蛋糕 日式和西式甜品的出現 堅持人手製作的西餅店 真是買少見少 我想溫了大概有二十年左右的餅店 其實應該都會繼續做 但因為現在大部份都是新式餅店 就算做得多漂亮 就像我們的荷蘭他 雖然是圓形變深形 但其實我們都是買十二元 就未必會做 以前可能就是老一輩 或者是七八十年代 現在就真的 年輕人都多人吃 始終都是要餅店去維持做 你才會有這件事 因為就算你沒有 其實它就變為歷史 歷史很快被人遺忘 所以都是要餅店去維持做這件事